华联市公所17号的一早就在 民情理活动中心举办了 109年度民防团队常年训练 课程的内容包括有 民防相关法令宣导 地震以及火灾等灾害应变处理等等 市长魏嘉贤期盼 透过专业讲师的指导和说明 让民防团队员可以建立相关的知识 成为在地的防卫力量 也提升邪情的运作效能 民防团员排排座 仔细聆听讲师进行简报 这是华联市公所一年一度定期办理的 民防团队训练讲习课程 透过专业讲师的带领 让大家都能了解到民防相关法律 以及全民国防教育 急救与防救灾等等专业资讯及技能 希望可以在灾害发生后 透过训练有数的组织 让灾害减至最低 我们今天举办了民防团的一个 课程的研习的部分 那主要目的也是 希望我们民防团的所有成员 都能够持续有防范 未然的一个观念 尤其是我们民防团成员的构成 是来自于 我们非常基层的里长 还有我们理看师 跟我们各科室的一个 主管跟成员 那我们希望 每当有灾难 关于有灾难不幸发生的时候 都能够第一时间来反应 那也非常感谢过去 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所以才能够在 当时候地震或是台风 或是跑大雨的时候 都能够发挥出立即的一个状况 来做反应 那今天的课程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知道说 除了天灾之外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流行的疾病 也都是我们未来 必须要防范的天灾之一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各种不同课程的训练 让我们民房团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能够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第一时间做好正确的判断 市长渭嘉仙指出 民房团有如总指讲师 当面临意外状况时 可以快速引导市民该做些什么 而不会彷徨无助 成员透过训练及专业资讯的培训 才能有效发挥民间自卫自救的自发性功能 成为在地防卫力量 来提升邪情运作效能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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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